嗨,各位朋友,你们好吗? 我是Coco杜来自越南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些俗语或者是成语的故事吧 头一条Coco想跟各位分享是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听起来你是不是头大了呢? 好,我们来看啊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您看到它这两者的差别了吗? 前面的就是鱼 后面的就是有三点水的鱼 这就是一个工作啊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行动 这是结果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意思是传授给人的知识 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 您看到了没有啊 都是 就是说你 就是把这个交给学生 不如教学生 不如教学生一个方法 让他自己去体验 去体会 收人以鱼不如收人以鱼 原划为收人以鱼 不如收智以鱼 出自中国古代道家学派著作 老子 老子大家肯定是听说过吧 道理其实很简单 鱼是目的 钓鱼是手段 一条鱼能解一时之鸡 一时鸡就是饥饿的意思啊 却不能解长久之鸡 如果想永远有鱼吃 那么就是会怎么去钓鱼的方法 这是非常深闹的故事哈 就是我们 我可可很小的时候 我母亲经常说 啊我们没有什么给你们的 就是叫你们就是 给你们一个 哎呀那时候 因为我母亲她是语文老师嘛 所以很喜欢用那些非常 哎呀韩诗 就是说特别韩叫什么 啊含虚的就是什么 深奥的说法跟我们讲 所以听听多了就很烦 呃因为那时候水没水平嘛 那那么小 但是后来就啊了解了 就说他是不给钱的 就是呃叫我们养我们 然后供我们上大学 后面就自己走 自己走的路啊 就是这个意思嘛 很简单嘛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 学会怎么去做 就去就说去解决问题 呃就是不能等老等人来帮忙 呃就是呃在我们社会上也一样 就说嗯帮助他人 呃很多人啊 他就是因为觉得是有人来帮助 他就不努力了 这样也不对的啊 呃没有人一辈子去去帮助你的 那好接下来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一位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吧 就是先师红子啊 呃 红子呢呃是可可非常荣幸的能去啊 呃取谱就是山东取谱是去看啊去呃参观了红庙 但是来的那时候等一下给大家看我当时去红庙的 就是说天很冷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上海已经是五月份的上海已经很凉坏了 但是在山东因为靠北边嘛 所以还是很冷 而且是山去 所以真的是这这一点是疏忽了 呃就是我们复旦大学呃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 就叫我们讲称留班 留班的老师已经提醒过我们是要多穿一点 但是也没想到这个多穿就是有多多多的穿要穿啊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 这种红子还叫红秋 他呃还有一个叫中尼 叫尼啊 曲谱 然后他是在鲁国 以前山东叫鲁国 罗 罗国 他是非常呃很特别的一位 因为嗯也是很伟大的 好 我们先来看 嗯然后现在是有很多红字学院 然后考试的之类的 好我们先来讲红字说 啊 哄月 以前就是说写的是月 哄月 三人行必有我是三人行必有我是红字 那么三人行必有我是 以前他们是呃 这这样梳着写 然后是从左边到右边啊 呃 啊不是 右边到左边 右边到左边 对 右边到左边 三人行必有我是 现在已经用的现在的写法了 就是他们以前是从这边开始 右边到左边 三人行必有我是意思就是说啊 就是说三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从他人的身上学到的东西 呃不一定是三个人了 就说嗯 你跟其他人在一起 你就学到很多东西了 就是哪怕是在人家的身上 看到人家的毛病 您也可以是看一看自己的毛病 是不是自己也有毛病 自己该不该改 就这个意思 嗯 还有啊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听起来就是头有点大了 对不对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啊 是知也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嗯 孔子就跟徒弟去 嗯 因为以前他们是到处走去教学的 然后看到两个孩子在争论 就是太阳什么时候最大 一个人说太阳是中午最大 因为中午最热 所以就说他离我们最很最近的 嗯 啊 然后啊 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啊 对对对他们争论就是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 然后就说早上太阳最近 因为早上的就是太阳 呃 就是看起来很大 另一个人说就是中午 因为中午是最热 因为离太近了 所以很热 所以啊 徒弟问孔子 那师父是您觉得呢 就说太阳什么时候最大 就说早上最大 还是中午最大 孔子就说 他不知道 然后 呃 他的徒弟问他 那为什么 您那是两个孩子 您如果是跟他们讲 嗯 随便拿一个答案出来 不行吗 孔孔子先生就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就是你知道就说知道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那就是知道了 可可觉得这是非常 说的非常超级好啊 这因为可可也是老师 所以我学生 当我学生跟着我学习的时候 如果学生说啊 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知道 或者是哦 老师 我学了 但是我忘了 这个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答案 学生哪怕是学了 忘了 我也很乐意 不要欺骗我 就是说 他明明是想不起来 但是因为爱面子 所以就不说 或者是明明是不知道 但是假装是懂了 这样很难教的 但是还好 可可的学生都是很 怎么说呢 就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的学生 好 如果是您不知道 您就说您不知道 您会学到了很多 这是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去曲谱 嗯 曲谱 这是泰山 您知道吧 中国五月 中国五月 也是值得去谈的啊 这是中国五月 其中的一月叫泰山 这是之前的可可 在去爬泰山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冷 可可在里面穿了三条护子 三条护子 还有还一直在发抖 太冷了 我无法想象北方如此冷 这是我们带着留学生去南京的红庙 父子庙 对 然后父子庙是在南京 在中国就说有几个地方有就是爹锁大学嘛 孔庙 然后再这是南京 您看啊 父子庙 即孔庙 是又称作文庙 是纪念中国伟大的思想学教育家 红子的寺庙 建筑是中国各地都有 中国各地都有 然后就说在其中南京父子庙 祈福红庙 北京红庙和吉林文庙 称为中国四大文庙 文庙 越南也有啊 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 分为哦 就是红子学院了 在我们越南有文庙国子间 就是万美国德山 是越南第一所大学 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拜红子的 因为他是第一位老师嘛 宪师 叫宪师 后来越南人就是用现实去电视 电视后面就变成骂人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很少听到 人家说电视这种说法 红子的故乡好美 超级超级美 然后东西很好吃 印象最深的就是东西好吃 嗯 Coco去过 但是那时候太冷了 所以我们在 哎呀零下几度 在这边下雨 然后在这边走着走着 就是所以就是 呃 就是导游说什么 我们都听不进去了 因为就是 耳朵就嗡嗡嗡 好冷好冷 冷到多数 冷到那个 然后大家都有点那个着凉的呃表现 所以呃 的症状 所以晚上呃 老师就跟呃 餐厅主妇餐厅就是给我们煮那个呃 呃 姜汤喝 好 就是复旦大学的留班的老师特别温暖 啊 多读书 多补充事实 好的 那今天coco的嗯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就这么多了 好下一次再见 我是coco度来自越南